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是江苏新城房地产公司开发的一系列的楼宇 而且新城房地产的国际大厦也在这一排上面 那么也就是说新城房地产公司应该说是在整个江苏 也是一个旗舰式的一个开发建筑方面的一个企业 那么他的董事长王振华因为猥亵了九岁的女童之后 一时间王振华的名字在江苏常州 也就是他的发吉地应该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 那么这些天我走访了很多的有关新城房地产公司的一些员工 他们对王振华的一些个人的一些行为也是讳莫如深 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一栋叫汉井服务公寓 他们的一些员工一谈到他们的王老板 各个都表现出一种非常质疑的这么一个表情 那么也就是说王振华已经成为江苏常州很多人 包括他们新城房地产公司里面的一些管理层 以及他们的一些员工的一些比较敏感的一个话题 那么对王振华呢 我呢也走访了一些比如说出租车司机 那么这些出租车司机呢 倒是各个侃侃而谈 对于王振华呢 以及王振华未来究竟能够遭受怎样的一个处置呢 他们倒都是有自己的一个见解 那么据他们所讲呢 他们认为王振华呢 现在新城房地产公司呢 肯定是在运筹帷幄啊 进行幕后的一些处理 那么等待风潮过后呢 或者说是热议过后 那么对王振华的处理呢 就一定会从从严变成是从亲 那么当然这是他们的一种 对于中国现行司法体制幕后交易的 一种没有信心的一种表现 但是呢从来自江苏常州这个官方的一些人员当中呢 可以了解到呢 其实呢在江苏常州呢 对于新城房地产公司 以及王振华涉案的情况呢 大家各个呢 其实是采取一种非常回避的一个做法 因为呢 王振华作为那个他所在的这个新城房地产公司呢 确实呢 作为一个龙头老大呢 在当地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而且特别是 这个江苏常州武进区的 很多的一些组织部门的一些官员 包括组织部部长 副部长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人员呢 都后来被王振华延揽 到他的公司呢 担任比较重要的职务 这是不是会引出背后的 这种钱权交易 以及呢 这些官员利用他们的影响力 在整个的商界运行当中呢 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呢 另外 是不是除了这个江苏 长州武进区的这么一些官员 涉入这个企业之外 长州高层的一些官员 比如说长州市政府 市委的一些人员 是不是跟王振华也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关系呢 那么这些呢 就成为王振华谢同案之后的另外一个看点 其实呢这个王振华的现象呢带有一定的偶然性 为什么这么说呢 假定这位州姓女子 他如果和那位女童的母亲 如果谈妥了价码的话呢 这件事情就不会出现 假定这位州姓女子啊 如果在案发之后 如果来一个藏意的话呢 王振华有可能呢 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他的罪责 因为如果州姓女子不出现 主要的证人就不会出现 那么这些如果呢 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 那么另外一方面 我们看到呢 新城房地产公司在第一时间呢 调整了新城房地产公司的董事会 王振华的儿子呢 又是第二次在危难的时候呢 重新呢 扛起了整个公司的大旗 那么在2016年的时候呢 王振华曾经呢 因为和中国常州啊 这个原来的人大的一个负责人啊 以及呢 这个开发区的一位主要的负责人的案子有关的 受到了审查 不过那次比较幸运 王振华在待了几个月之后呢 是安然出现了 然后呢 官复原职 重新大摇大摆 混聚于商场 那么这一次呢 恐怕王振华就不会那么幸运了 那么据我走访看到呢 这个王振华其实在整个的新城公司里面呢 他的口碑还是不错 人们觉得呢 王振华呢 在对待员工 对待管理层的一些人员当中呢 确实呢 他也是有他的治理之道 因为王振华本人呢 其实也是苦孩子出身 他所在的这个家庭 其实呢 也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 第一批的这么一个受益者 他自己呢 也是一路打拼 把几百亿变成几千亿 那么这个呢 也展现出了他个人非凡的一个管理的才能 那么再一个呢 就是说 王振华呢 在和官员进行沟通的时候呢 他其实也是 对于整个官场的一个运作的一个手法呢 他也基本上是驾轻就熟 那么这些呢 也展现出了王振华非常适应 目前呢 中国大陆的这种商界的这么一个氛围 那么现在呢 就是人们关心的是 王振华究竟会判处多少年的徒刑 那么他整个的案子是不是 会因为新城公司 他背后的一些运作呢 有一些大的改观呢 那么目前看来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迹象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从我们了解到的情况看呢 本来呢 新城公司试图呢 用他们的这种公关的影响力呢 能够让整个王振华的案子呢 能够从大变小 从小变了 但是后来呢 来自中国高层的 一个指令呢 让这些呢 化为乌有 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 以及新华社 都纷纷发表文章 对王振华 谢同 表示出了 他们以前 所没有的那种 强烈的愤怒 而且中国高层呢 也对王振华 谢同案呢 已经是 做出了一个 非常明确的一个指示 那么这些呢 都对王振华 未来究竟会判处怎样的一个同行 那么这个呢 已经是蒙上了一个很大的阴影 极有可能呢 在目前中共正在进行的 所谓打黑除恶的 这么一个行动当中呢 这个王振华 作为一个企业界的领头大哥 那么有可能变成是抓了一个典型 那么这些呢 都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 那么中国呢 自从这个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呢 确实呢 培养出了一批 像王振华这样的一个商界的精英 但是这些人有了钱之后呢 确实他们的重口味 导致他们那些怪异的癖好呢 成为他们生活当中主要的乐趣 而这些呢 确实 比如说这种恋童 这种方面的一个情况 成为一个冰山一角 那么王振华事件爆发之后呢 整个中国官场 乃至中国商界 在这一方面的丑陋的这种现象呢 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 那么王振华究竟 在未来究竟会遭受怎样的一个处置 那现在民众呢 对对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前景呢 并不看好 但是呢 有一部分民众呢 他们认为呢 包括新城房地产公司的一些民众呢 还是这么认为 就是说呢 有可能呢 遭受了那些商界对手的先人跳 比如说是设计让王振华就范 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声音认为呢 王振华爱好这个儿童这一方面的这个癖好呢 也是由来已久 极有可能呢 这不是初犯而是累犯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呢 王振华恐怕是在牢里啊 不会待上那么几年的时间了 那么究竟最后的情况是怎样呢 我们还是要看公安机关对此案的胜利 感谢大家的收看 这是黄河边从江苏常州新城房地产公司发来的评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